1980年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十位老演员 您喜欢哪位? 第一位 于扬 生于山东黄县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团长 新中国22大电影影星之一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刘杰 于扬现年已93岁高龄 其代表作有《火红的年代大浪淘沙》等 第二位 马树超 生于河北 北京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 国家一级导演 被称作第五代电影人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张强 马树超 现年已69岁 其代表作有《十五的月亮》 额眉飞道等 第三位 印志明 生于河北湘河 原北京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魏子恒 2008年印志明在天津宇市长辞 享年80岁 其代表作有《铁刀卫士神秘的旅伴》等 第四位 蔡明 生于北京市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剧团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魏晓明 蔡明现年已61岁 其代表作有《海霞》 《闲人马大杰》等 第五位 邵万林 生于山东莱州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苏哲 邵万林现年已92岁 其代表作有《男人不坏》 《人生双形线》等 第六位 葛存壮 生于河北恒水 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是演员葛优之父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葛世权 2016年葛存壮 因脑梗引发心脏衰竭逝世 享年87岁 其代表作有《小兵张嘎》 《红旗蒲》等 第七位 高菊梅 山东省话剧院一级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特务王力 高菊梅现年约70岁 其代表作有《丽秋》戴手铐的旅客等 第八位 赵紫月 生于山西太原 原山西省巨协副主任 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王丰年 1997年赵紫月因病逝世 享年88岁 其代表作有《锦上天花》《暴风咒语》等 第九位 周森冠 生于江苏常州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老工人 1994年周森冠逝世 享年74岁 其代表作有《小兵张嘎》《战争插曲》等 第十位 李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在本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扮演李群 李荣现年已83岁 其代表作有《担心谱》年轻的一代等